数据显示美国过去两年的自杀人数每年有近5万人 仍然处于历史上的高点 陈卓佳报道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的临时数据 2023年美国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超过49300人 随着一些死亡案件的调查和报告 这个数字还可能会略微增加 CDC昨天也发布了2022年的最终数据 显示美国的自杀案件有近49500宗 2022年和2023年的总自杀率 大概是每10万人中有14.2个人自杀 在2022年所有自杀死亡中 约有55%射击枪支 26台记者 陈收家报道